欢迎大家收听邵老师的海洋生态讲堂 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高兴 继续邀请到我们邵广州邵老师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海洋生态讲堂 回归到我们台湾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是宝岛 那台湾是宝岛呢 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其实在我们海洋环境上面 其实也是非常丰富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首先先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台湾的海洋生态环境 它有哪一些 是一定要跟大家让大家来认识的呢 好啊 其实我们台湾是四面环海 可能大家对我们周遭的海洋环境 认识的并不是那么清楚 但我们台湾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其实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物种的多样性非常的高 为什么会这么高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自己那么多年来的研究的心得 其实很重要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我们的四周的海岸的环境 海洋的环境相当的多样化 因为不同的气地或者生态系 就会有不同的海洋生物的种类 当我们的气地多样化之后 我们的这个物种多样性就高了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反过来这样讲 台湾的生物多样性为什么那么丰富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我们正好位在全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板块 跟这个路棚区的边缘 所以同时就会有深海跟路棚的海洋环境 因为台湾的东边就是深海 可是我们台湾的北边是东海 我们台湾西边是台湾海峡 南边是南海 南海跟东海的交界处是台湾海峡 下面都是沙尼 对不对 所以有沙尼的生态系 那我们台湾东边那个深海环境 是非常多的国家很羡慕台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有六十几个海洋国家 但是只有二十几个国家有深海 但是台湾很有幸就是深海 所以我们做鱼类的研究也很高兴 因为我们有深海鱼类可以做研究 我们只要跑到我们的宜兰县的大西南方澳 他们就抵拖网可以拖到六七百公尺 就有很多很多的深海鱼类 同样的在东港 新达港 他们也可以拖到两三百公尺 甚至有些船跑到南海去拖更深 就会有深海的鱼 所以这是在很多国家 他们要做这个研究 没有这个材料 所以他们到台湾都很希望 能够到那里去采集 这个是地理上的一个优势 那地理上的另外一个优势呢 是我们正好为在全世界海洋生物物种 最繁茂的所谓的东印度群岛区 或者一般俗称珊瑚大三角 什么叫珊瑚大三角呢 其实就是包括了像菲律宾啊 印尼啊 婆罗洲 新井内啊 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地站 这是全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三角形的地区 珊瑚礁 大家都知道 热带雨林嘛 物种多样性特别高 那台湾虽然没有被这个三角形包括在里面 但是我们正好是在三角形的顶点 所以很多的生物呢 它就会沿着黑潮北上 所以就会流到台湾这边来 所以台湾就其实也是占了这个地理之变了 所以全世界的海洋生物最繁茂的热点 其实最热最热的热点就是在这个东印度群岛区 我们讲的三角大三角 第二个热点呢 其实是在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那边的生物种类大概只有这边的四分一 好像是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而已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台湾这个地理上有很大的优势 大概是这个 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应该这样讲吧 像我们讲这个南海的太平岛好了 有争议的南沙 南沙群岛 其实应该要把它化成海洋保护区 那么因为大家怎么样来合作呢 其实做研究 其实互相来保育 这是一个研究的方向 那太平岛就是属于南沙群岛里面的一个岛 那这个地区它之所以这个有研究的价值 有保存的价值 也是因为它的生物端性非常的高 它虽然没有画在那个珊瑚大三角的三角形里面 但是它绝对不输那个三角形里面的五种多样性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南沙里面没有人做调查 所以资料没有 当你资料没有的时候 人家在画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画进去 但是我们家如果能够各国它都有占一些岛屿 对不对 如果每个国家都可以把那个岛屿的生物像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去加以保护而不要去开发去破坏 那么其实它多样性还是全世界现在最高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希望把它化成海洋保护区 大概意思是这样 这是刚刚讲的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 我们台湾正好位在东海南海菲律宾海三个大海洋生态系的交界处 我们在念生态学的时候 常常会念到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生态交汇区 它的英文的术语叫做Echotown 那Echotown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在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的交汇的地方的时候 因为物种就会在那边重叠的分布 所以你在数它的种类的数目的话一定就会比较多 因为东海南海跟菲律宾海三个是属于不同的大海洋生态系 它是一个台湾正好是交汇地载 台湾之种类 海洋生物种类之所以会高 也是因为我们有东海的鱼 我们有南海的鱼 我们有菲律宾海的鱼 我们都有啊 对不对 就像台湾的北部 有很多鱼是台湾南部的国家没有的 台湾的南部有很多鱼是台湾的北边的国家没有的 我们就正好在中间对不对 你说它交差两条船也OK了 我们就占了这个便宜 所以这个叫大海洋生态系的交汇处 所以我们的这个经济性的总类就会占了两千种以上 哇说到这个东海南海菲律宾这个三大海洋生态系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老师多跟我们分享一些 因为这就在我们旁边 是是是 因为这个英文其实是叫Large Marine Ecosystem 缩写叫LME 那为什么要加一个大 这是因为它这个生态系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 它为什么要推这个大海洋生态系呢 其实是美国的这个大气跟太空总署 我们叫NOVA 它是为了海洋保育的目的 跟用生态系取向的管理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讲 以后要来经营管理这个渔越资源 应该要用生态系的角度来看问题 而不是像以前是针对一个一个物种去去做这个管理 这样其实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你一定要整个生态系来看 当然以后有时间还可以跟大家再做详细的说明 所以他就这样想到 那我这样整个海一定有一个区域 它里面的生态系物种应该都是比较类似 我们把它划成 因为它受到的一些其他周边环境的条件 比如说靠近一个大河口 所以它很可能它的营养盐 水船性质 各种条件都比较类似 生活种类也比较像 可是这个是自然的一个生态系 对不对 可能不是一个国家 可能是有好几个国家共同拥有它 那这几个国家 你要来谈管理的时候 你就要必须一起合作 而不是只有这个国家在做保育管理 另外一个国家不去配合 对不对 所以它为什么要推这个大海洋生态系 它就根据这个道理 它把全世界所有的海边 边缘海通通化成66个 所谓的大海洋生态系 好 那这66个大海洋生态系 基本上 其实就占了我们全世界80%的海洋余货 它对于全球经济 跟它生态系服务的价值 它们有估算过相当于12.6兆美元 所以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你也知道越靠近大陆的地区 越容易受到什么 人为的污染 过度的捕捞 气地的破坏 还有优氧化的冲击 对不对 所以 它们就觉得应该要用生态系的角度 来经营管理 所以才提出这个所谓 刚刚讲的大海洋生态系 所以这个大海洋生态系 就是从生态系的角度 来把整个地区的海洋 一个一个把它分区 这也是我们讲的分区的 另外一种分区的方式 那基本上它就是要看里面的 生地化的性质 地心水纹 所以只是生产力 食物链 或者生物的种类的特性 所以把它一个一个海洋 把它分成66个 这是这样做的 而不是怎么讲 就是随便化 不是这样 它就是要真的根据它水潭的性质 跟它里面的生物的种类 比较属于同一个体系的 把它化在一起 那大概是这样 那这是讲到 这个东海南海菲律宾三大海洋生态 就是在我们台湾 就是因为有这么丰富的海洋环境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么高 那我相信 这个针对台湾 我们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会这么高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对不对 是 那我刚刚其实一开始有提到说 台湾周边的海洋 生态系 或者不同的气体环境 其实很多 多样性很高 那比如说我们 讲到珊瑚礁 大家知道珊瑚礁在哪里 肯定最多 对不对 北部也有 我们各个离岛 小琉球 绿岛 蓝宇等等 这都有珊瑚礁的生态系 那么红树林 大部分都是在西海岸 从关渡一直到访辽 整个河口地区都有一些红树林的分布 沙滩当然就是西海岸比较多了 东海岸也有一些比较少 沙洲西湖 在我们的七谷 对不对 我们的南海的东沙群岛 是珊瑚礁的西湖 岩礁岸在哪里呢 在台湾的东边 比较多 对不对 它这个东边的岩岸还很有趣 它不是都是那种 同样的一种石头 它不是 它有时候是大的原石 有时候甚至有讲历史 一个石头 一个音乐的乐 那个历史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一些底词条件 就会让不同的生物来栖息 那再来讲 我们这个深度来讲 台湾海岸大概就50公尺 对不对 所以它们下面 大概这边的鱼 大概都是沙尼底气性的鱼 那在不同的生态系 基本上都会有不同的种类 我也讲过说 我们东岸是水很深 它可以到几千公尺 所以我们有七星怪状的深海生物 深海的上面就是大洋 所以我们也有什么翻车鱼 骑鱼 鱼 鱑鱼 或者鲸豚 海龟 这些都属于在大洋性 比较多 还有鬼头刀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台湾 就是因为漆地多样化 所以物种多样性就高 你要找碟鱼 你要看碟鱼好了 你一定要跑去珊瑚礁 你要看潭土鱼呢 你要跑到什么 沙尼地 你如果今天想要去看翻车鱼 大家要跑到 华东的这个定制鱼场 就有机会看到 所以不同的地区 可以看到不同的种类 所以台湾是有这个优势 就是因为 虽然我们周边的海岸 这个海岸线的长度 本岛只有1100公里 加力岛不过1600公里 但是我们却拥有 非常多样化的 不同的生态系 所以我们的物种多样性就高 这个再补充一个 台湾的特性是其他的地区没有的 你知道台湾的岛大概只有多少 394公里长 其实非常短的 但是我们台湾的北边 它的海底的景观 跟生物跟南边呢 有很大的差别 那这个是在很多地上没有的 比如说早上 我如果在巴豆子潜水 潜完水 我冲洗一下 我坐个高铁到高雄 再换车到墾丁 大概下午两三点 又可以再潜一次水 你同样一天里面 就可以看到两个 截然不同的海底景观 跟海洋生物 所以台湾真的是 非常的幸运 所以这个 我们这样这种分布 造成了我们这个 在做研究的时候 也很方便 跟南北有不同的对照 那当然我们的种类就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南边的种类 跟北边的种类 常常有一个所谓 成对种的差异 就是说 同样比如说都是赤河屯 可是在北部的赤河屯 种类跟南部就不一样 长得很像的天竺雕 其实你看起来 外面看起来是同一种 但事实上有 其中是不同的种 在北部有北部的种 南部有南部的种 我们这个在术语 学术上叫成对种 就是最近才研化成为 不同种的种类的种 像这些都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们这个你说 台湾现在有两个海洋博物馆 对不对 一个在南部 一个在北部 为什么要有两个博物馆呢 当然一方面要平衡南北的 差异之外了 那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有这个条件 就是因为南部的水族 跟北部的水族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当初最早在30年前 我也当过 这些海洋博物馆的 抽签小组委员 为了勘选地点 我们也去做了很多的 这个考量 那时候设北部一个 南部一个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南部的水族馆 展示了以南部为主的 海洋生物 北部的这个海客馆的水族馆 就去展示北边的生物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全台湾不同的生物 所以刚刚讲到 整个台湾的环境 哇 真是西岸 你看沙 就是讲东岸 就是这个深海 然后北边其实又有很多岩礁 然后南边其实又是珊瑚礁 其实讲珊瑚礁 其实刚刚老师有说到 肯定有珊瑚礁嘛 然后南 就是南海那边也有珊瑚礁 那就是属于同一类的珊瑚礁 只是 因为那个肯定的南部的那个珊瑚礁 它的种类 基本上是偏热带体系的 我们北边的珊瑚礁 其实造教珊瑚活动 没有像南部那么旺盛 它并不会堆积堆积堆积 像南部会继续成长的 但是北部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的阶段 它造教能力没有 种类也跟南部有点差别 哇那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到台湾的海洋环境 跟台湾生物多样性 那更为大家介绍到 其实台湾呢 我可以说是不但是保岛 那其实我们的海洋环境 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那今天非常谢谢珊瑚老师 是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